现在是早上8点45分 带您关注一下台股焦点 目前台指期早盘开盘 指数是大跌的 跌了100多点左右 其实美股部分上个礼拜五 也是呈现震荡 投资人忧心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事 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下 让原油价格大幅反弹 大家也担心通货膨胀会扩大 以及银行利率 导致这美股多数收跌 我们可以看到道琼 只有上涨大概39点 是唯一一点红的 而标普跌了21点 以科技股为主的NASDAQ 跌了166点 费半跌95点 会不会影响到今天台股 走势持续的走跌呢 更多消息请锁定三立爱news